在这里归来后,你就成了百万分之一的天选之子了。 这个地方全世界不到三万人造访过,国人更是不到三千。 说实话,来这儿的费用并不高,只是接待能力有限。 从08年开放旅游航线至今,仅有45个航次,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条旅行线路的存在。 这个地方每年至少有超过百万人梦想前往铁验,但最终只有不到一万人能够乘航。 到达终极目标的只有少数几百人,你能猜到这是哪里吗? 它就是北极邮轮旅行,明年夏天的7到9月将全面恢复航行。 有四周全华人包船六个航次,总共大约600个位置。 如果你去不了也没关系,可以先跟着我过过眼影。 北极圈内有八个国家,包括丹麦、芬兰冰岛、挪威、瑞典、俄罗斯、加拿大和美国。 尽管它们都有各自的极地航线,但最具代表性的是斯瓦尔巴群岛、格林兰岛和冰岛的北极三岛航线。 这三个地方单独玩起来,价格至少都要六个往上,但如果一起走的话,费用至少能节省一半。 很多人认为极地旅游就是看冰川或雪山,但实际上不是这样。 北极是一个冰川王国,在核心区域只有伏冰,没有陆地,然而周边却有着许多人类文明的痕迹。 极地特有的动植物种类繁多,与南极完全不同。 苏尔巴群岛上的朗叶尔城是这里最大的城市,但人口不到2000。 由于医疗条件有限,新生儿或老人的健康问题,往往要送往离岛不远的挪威,所以这里并没有明显的生死记录。 最大的岛是施皮茨培尔根岛,这里拥有丰富的北极动植物资源,特别是北极熊。 与加拿大的土地适应熊不同,这里的熊都是纯蚁生,每一点五只熊就有一个人,而且它们游泳后通常非常洁白。 施皮茨培尔根岛还有海象和很多当地特有的鸟类,如北极海叶,象牙海鸥和黑嘴三只鸥。 西边有一个靠近极点的小镇叫做新奥尔松,这里建有北极科考站黄河站,是旅游者和当地科考人员经常光顾的地方。 这里虽然不大,但设施齐全,接下来的行程会去莉莉湖和冰川,乘坐橡皮艇穿行在冰川迷宫中,有可能看到徐海豹的踪影。 7月14日冰川是为了纪念法国国庆而来的地方,位于克罗斯海峡有许多特色纽类和海豹。 400多年前,荷兰捕金者在这里建立了名为史密伦堡的小镇。 用以生产金枝,我们会顺着它们的足迹追寻这段残酷历史。 最后,我们将穿越北纬80度,前往最北端的冰原,追寻生活在那里的野生动物。 格林兰岛是世界上很少有人来过的地方,根据团队的不同,我们会在岛上转两三天。 这个岛屿的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,却只有不到8万人口,大部分在北极圈里。 我们会去霍福曼哈尔峡湾观察射香牛,也会去红色峡湾,洛德峡湾。 总之,这个北极三岛游的行程,基本在冰岛就离船了。 根据团积不同,冰岛也有不同的游览线路。 如果你之前只计划去冰岛,可以考虑将它变成北极极地的全面探索之旅,费用也并没有高出很多。 这次先说这些,你对这些内容有什么疑问吗? 可以在评论区里提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